女性朋友的人生计划几岁该结婚生子 或是旅行还是出国生肇 这一切身为女生的你都可以有权做决定 因为新世纪来临 女力崛起 身为女性的你可以更有勇气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这一些观念的改变 新北市妇女服务中心也正朝着这一些方向前进 通过议题设定要给女人更多勇气 中心这次做的一系列的我们说的是勇气空廊的 这样的布置设计其实我们主要是针对女性 可以给她在这过程中收集到我们往前走往下走的勇气 因为其实我们还是觉得女性其实在社会上 还是遇到很多社会框架的限制跟社会期待 那透过找寻自己的这个旅程 我们希望女性朋友们走进中心 可以找到自己的勇气跟自己的能量 时代慢慢改变了 能够给女性更多发展空间 而女性意识的觉醒 新北市妇女服务中心主任黄慧娟表示 女人可以更真实的看待自己找寻想要的目标 为自己创造更多发展空间抛开旧时代的枷锁 那我们想要把这一股能量跟女性可以自在自活的那个动力 从中心出发然后走进29区 这也是我们勇气列车今年度的主题 那带着大家的勇气 然后把勇气跟能量从中心发散出去 那我们也可以协力我们在地的富团 然后让在地的女性也可以自在然后勇敢 然后做自己 勇气接力看见女力 这股力量将从新北市妇女服务中心开始 带给更多女性朋友对妇女议题的重视 为自己开创未来 也为新北市202万多人的女性同胞 迎接新女性时代来临 中家新闻林律楼梵钢板桥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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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